我們現在這個OBS已經安裝完了對不對 那麼其實如果真的老師要做這個虛擬攝影門 最好是雙螢幕比較好 因為它有工作室模式 知道為什麼嗎 比如說我有開場 然後呢有正式還有一個結束的Ending 你可以在這邊 左手邊是我正式播出的 右手邊是我正在準備的 那我們在播出的時候我可以指定 這個是我要正式播出的 這樣就會比較方便 如果我現在只有一個螢幕 你會把我後製也錄進來 這樣你了解意思齁 那您看一下 我們這個進來之後我先用一般的模式 它這裡您有看到是有一個所謂的場景 結果一進來就有了齁 那我們先從來源這邊 你可以從這邊去選擇 比如說老師您要用簡報 還是用網頁當作是你的來源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那個視窗截取 你可以選擇一個視窗 我找一下 好這裡 你去看看 你要哪一個 與視窗標題相符的 在這裡 有沒有虛擬症 我有個視窗 是不是這個視窗 但是因為我現在只有一個啦 所以你會看到這麼漂亮 實在是找不到其他的 因為這邊找不到 我先用別的好了齁 不然這樣你看起來會怪怪的 我先單純找一張圖片來當背景 我從這邊選擇一張圖片 不好意思 要讓你看百年的 這些齁 有沒有一個背景營造後面呢 對不對 那你就看你來齁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因為這個比例不對 好 進來了 我再把我的網路攝影機 有沒有視訊截取 沒有 你再把它抓進來 當然你可以選擇很多 你的來源可以選擇很多 我還確定 有沒有發現 我可以選擇 我這裡有三台嗎 所以我選 這一台是有廣角的 但是如果你的這個木不夠大的話 其實我會選擇就是沒有廣角的 這個是沒有廣角的 有沒有小一點 比較不會那個 曝光 所以我待會呢 這個我就先拿起來 平常上課我是沒有那麼麻煩 還要準備那麼多台 是因為要上露營 所以我就會準備比較多台 好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在家上課 這樣我就可以跟你say hello了嘛 但是我的木就過來囉 但是我的木就過來囉 你只要木有拉撐就ok的 好 木有拉稍微拉撐的話就沒有問題 好 這樣 這裡稍微過來一點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了 當然我上面是不是還差一點點 沒有關係 等一下裁切一下就好 我就按確定喔 有沒有人就進來了 大小自己調一下 上面怎麼辦 偷偷切一點 我有按一個快速鍵喔 我有按鍵盤上的alt喔 有沒有 我有按這個喔 所以呢我如果要切的話 假設平常我這樣是不是等比例放大 所以我按做alt 它就可以裁切一點點 這樣可接受嗎 可以齁 但是這樣 是不是有一個框 跟我們剛剛錄影一樣 有一個框 效果比較不好 按右鍵 有一個濾鏡 好 在下面這邊 看一下齁 它有聲音跟影像的濾鏡 下面還有特效濾鏡 我們要找的是這個特效 你把它按一下 這邊呢 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叫色度鍵 這個 這個其實跟我們一般的剪接軟體 都是一樣的方法 按一下 你就告訴它 你的木是哪一種顏色的 預設我們一般會看到的 這種去配的木都是什麼 藍木跟綠木 因為這兩種顏色 在我們人身上比較沒有 拍東西就不一樣了齁 比如說網拍啊 那些拍商品就看情情 但是人的部分 你看拍電影都是用藍木跟綠木 所以我就把藍木 好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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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來 你先從這裡 我們主要要調就這三個 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的選項齁 第一個相似性 那 有沒有回來了 有 突然出現了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 一點去配的 有齁 好 再來 平滑度 記得就由上而下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今天穿錯衣服了吧 因為這裡這樣就比較去不掉 我要稍微拉過來一點 木要平啦 木要平的話效果就會比較好 因為我去太多 這裡其實有點去配囉 你如果不知道到底情景如何 請打開 有沒有看到我了 還是你覺得要進攝影棚比較好 這樣子 其實你知道為什麼那個 摩克斯大部分老師 不太喜歡錄的原因嗎 因為在他不熟悉的領域嗎 空間 因為你要進到攝影棚 要怎麼樣 上面多一點點再切一下 這樣有比較神奇一點嗎 這樣有麥克麥克了嗎 所以你就把那個 如果你有不同的場景 我就可以從這邊切換 比如說我第二個場景 第三場景 都要做Ending的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簡單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這種方式就是他有提供錄影的 比較方便的錄影 可是你看我移動太快 有沒有藍木 因為這跟網目瞬機有關係 所以你不要 這樣會曝光 好嗎 所以我們要輕輕的講 過來一點點 對不對 其實你看我身體這邊 這樣是有點 有點穿透了 因為穿顏色的關係 所以你一般看 我們在電視台上主播 他通常不會有這種 藍色或螢光綠的顏色 因為這樣他在攝影棚現場 就很難處理 了解了 那你應該知道 要怎麼錄製了吧 開始錄製 就這樣而已啊 但是其實現在最重要的是 像我下下禮拜 下禮拜應該去宜蘭獻王 也要講這個 我們就有一個主題叫做什麼 校園主播啊 小主播啊 對啊對啊 欸 學校活動可以用啊 那今天還有一個老師有分享他們 那個什麼 校訓 畢業典禮 欸我知道最近 最近那個 欸這樣就曝光了 知道嗎 這樣了解嗎 所以等一下呢 我有多準備一個網路攝影機 等一下 欄目服務到你家 好嗎 所以這個可以移動的就是這個方便啊 因為你隨隨便便找個 買個這個會不會很貴 不會啊 對啊 去找好就好 你看 這樣至少可以看到一半嘛 一半曝光 反正這邊比較沒關係 但是你可以感覺到 以往我們要做這種動作 你真的就是要進順滑 可是現在 只要有簡單的硬體 搭配這樣軟體 是就可以做到了 而且效果是還不錯的 效果不錯 所以你看我就開始錄製喔 那他預設錄下來呢 是什麼 FLV 你可以改 你可以改成MP4 好 比如說我錄到這邊 我就按停 那我怎麼知道檔案再來 從這裡 左上角 有沒有一個叫做顯示錄影 他會告訴你我檔案放在哪邊 你看是不是FLV 那有的電腦不能播嘛 知道FLV是怎麼格式嗎 Flash Video 所以沒有關係 你可以來這邊重新封裝一下 他可以幫你把它打包成MP4 幫你打包成MP4 從這裡按一下 你就告訴他你的檔案在這裡 重新封裝 那個一下就好了 你沒有時間喝咖啡喔 所以我現在重新 有沒有變一個MP4 有 點開 那預設錄下來的是什麼 FLV 你可以改 你可以改成MP4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錄到這邊 所以我下次上課我就放在後面就好了嘛 這樣就更有感覺 對不對 不會有那個放框在那裡 老師有沒有發現 真的這樣比較簡單 也就是說現在真的 設備的硬體設備需求 是真的少很多啦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 而且因為我這個部分比較小 其實如果用比較大的 我們同學就可以上台 比如說上台報告啊 幹嘛的 你就可以給他實作看看啊 所以小主播那部分 我們就會像這樣 重點是我會去打造一下什麼 適合的那些虛擬攝影棚的場景 你看我們氣象報告 有沒有一些適合的 我為什麼要坐下來你知道嗎 不然這樣會被切掉 因為現在有錄影嘛 所以我還是坐下來好了 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知道 就是我們需要的 比如說你看 其實我好像有把那個放上去 虛擬攝影棚的一些那個素材 對對對 你可以如果沒有版權問題的時候 老師是可以考慮 我看一下有沒有放在裡面 啊沒有 沒關係 你就直接用去Google 圖片 你找一下虛擬攝影棚 加上背景也可以 因為有專門的廠商 他們專門在做這一種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吧 電視台就是這樣玩 你就會覺得比較有Feel了嘛 嘿嘿嘿 這樣有了解啦 千萬不要去電視台參觀 因為看到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其實電視台真的他們主播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你看他們常常要走位啊 幹嘛就是像這樣子 他在前面這一邊 一般啦 在前面這邊還會有那個螢幕 小螢幕 讓他去看那個字 對對對 看稿啊 看字這樣子 不然的話 他沒辦法偷偷做東西嘛 所以現場這樣 然後最後投影出來有沒有變這樣 嘿 那這個就是OBS一個比較好玩的地方 他可以像這樣去處理 那麼如果老師真的有一天想不開了 你可以按開始串流 開始串流要做什麼 直播 直播啊 對啊 那麼不管是FB Facebook的 一般大部分用OBS做串流的 大概兩個目的 一個有的人是玩遊戲 有沒有現在有一個職業叫做遊戲主播啊 嘿嘿嘿 實況主 對就是叫實況主 沒有錯 有些人專門就 反正我們這個年紀不會玩這種東西 但是 他們會有 第二個就是什麼 像我們現在講的 就是 比如說你可能是 校園的畢業典禮 好 或是那個 學校的活動 我就把它直播出去 但是 如果你直接用FB或YouTube直播 就是說 是 一鏡到底 是沒有完全 沒有任何剪接 比較危險嘛 第二個 他場景上是沒有做任何安排 比如說 這裡是我們某某學校什麼什麼 對不對 活動 是不是要加個這個 這樣比較有製作節目的感覺 你了解齁 所以OBS 真的就是 為什麼把它稱作叫做 好趕快坐下來 虛擬攝影棚 就是 真的你就是導播啦 你可以自由的切換這樣子 這樣有了解了嗎 如果你按下開始串流之後 他會要求你 輸入這個 設定裡面 在這裡有一個串流 你不管用哪一個服務 他都會要求你 輸入所謂的串流金鑰 也就是 你在FB或YouTube上 你說我要串流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組號碼 你把那個號碼貼進來 他就可以透過那個號碼 幫你把這個視訊透過你的YouTube或FB傳出去 等同你直接用手機啦 或者是在電腦上直接做串流的意思 這樣您清楚了齁 這個是簡單一下 因為我知道老師不是以串流為主的嘛 哈哈哈哈 我們以錄影為主的 所以你就開始錄示這樣也可以 但是OBS沒有提供簡介功能齁 你了解齁 OBS沒有提供簡介功能齁 這樣有沒有問題 老師可以自己先錄看看 你的來源有很多種 可以是來自圖片 也可以來自影片 媒體來源就是影片 如果你有一段影片 你看我這裡有範例視訊對不對 這裡的視訊拿掉了 範例視訊沒有了 好吧 那就拿好自己上課的影片 還好我有上課錄影影片 在這裡一堆對不對 點開 好確定 這樣有沒有我的 那順便提一下 現在這樣是不是把我擋掉了 你看我剛剛的視訊是被它擋掉了 可不可以調整圖程順序 可以按住脫意 這樣我還可以出來啊 那我 點到這裡 我要坐在這邊 因為另外一個我在這裡 哈哈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我們這樣即時去背 雖然這裡比較不好看 對不對 哈哈 但是沒有關係 反正老師已經知道說 到底OPS要來做什麼了 那軟體都免費 只有你需要硬體 稍微準備一下 網路攝影機跟這個欄目 那給老師稍微試看看好不好 有沒有老師你願意用我們這一台的 我借你一台 你可以嘗試看看 我會試看看嗎 沒關係 我影片先到這邊 有要試的你可以稍微嘗試一下 好嗎